我已經講到這裡 我就先繼續講下去 OK 好 非常好 那我就到那裡坐著講 當然坐著請坐 比較輕鬆的 他都特別準備演講稿了 我就一張紙跟大家講一下 話說到今天你要從哪裡開始 你要站著嗎 我站著 不然我半堆 那我不知道我在後面 還有一張椅子可不可以拿給Double 謝謝 對啊 不然你一直站著我怎麼敢做 別這樣啊 好不好 好啊 那我們的Eater要開始去分享他的 刮盤人生 聖利呢 我覺得他是我們就是 眾所期盼的一種感覺 對 我今天在演講這個題目可能比較 針對這個 就是你可能 玩DJ 然後會參加這個比賽的 一些新手們這樣子 那聖利的第一步是什麼呢 聖利的第一步 聖利的第一步就是所謂的 就是跨出去吧 對 跨出去 那就是所謂的立志 這樣 那你幾歲開始立志這樣子 你對你的DJ 你的立志 你的目標是在達你這樣子 那我小時候啊 我媽媽就問我說 你想要錢還是要玩具 你想要錢還是要玩具 那時候你當然是選玩具吧 對對對 然後我就回答玩具這樣 那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如果可以擁有這個 全世界的玩具啊 那該有多好這樣子 那現在回想起來啊 我想我那時候其實想要那個 人生裡面最簡單的快樂這個部分就好了 這樣就很足夠這樣子 很簡單的快樂 對對對 得到一些玩具 小時候 小時候的需求很多 對對對 就是那個想像力的感覺 很多玩具可能在你身邊這樣 玩樂的感覺這樣 那其實DJ啊 又或者說這個音樂 又或者說這個創意 他讓我這個人生有點就是開始不一樣這樣 因為小時候其實是一個就是 不愛念書的小朋友嘛這樣 這樣整天打球 然後全身弄得都張欣欣這樣 有汗什麼的 那唯獨就是那個 課本是最乾淨的這樣 都在書包裡嗎 對對對 那音樂齁 它其實就是開啟我的一個知覺 因為我以前其實 不會去想 不會去想什麼 想什麼事情這樣 每天就是打球 比較好動的人這樣 那唯獨那個音樂之後 我就覺得說 誒我怎麼 我這個人可以 可以去 想到這些事情 喔 對 就比如說 音樂裡面有 有很多東西吧 有很多元素啊 對 鋪嘛 有鋪 然後bass 然後 鋼琴啊 吉他 還有很多的配器 配器這樣 配器 嗯 然後和弦 然後曲 這樣子 美妙的曲 然後動人的詞 這樣子 等等這樣 我其實 因為有一段時間 其實我都是在聽這些歌詞啊 喔 在成長 對 在成長 對啊 沒有人教 其實都是在聽這些歌詞 看這些文字在成長 就是想辦法去瞭解說 作者要表達什麼 對對對 他想要呈現的 對 的東西這樣 那這個 勝利的感覺啊 有沒有 有沒有誰可以形容一下 勝利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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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勝的感覺 獲勝的感覺 小鬼你覺得那個 我們在場有那個DJ King 他有贏過那個DMC冠軍 對 對對對 你覺得那個勝利的感覺是什麼 努力都成功了啦 努力都成功了 以前的 以前付出的 努力都 以前付出的 都是 沒有白費的 好 對啊這也是啊 對以前付出 當你成功的一刻你就覺得說 我以前再怎麼辛苦都沒差了 我做到了 對對對 我昨天想的是想說 其實勝利的感覺其實就是站在那個 爬山嘛 爬到那個山頂上 然後你就會看到其他 山頂這樣 然後 高山頂頂這樣 那其實呢 我在DJ上啊 贏得不少比賽 對 我就先 談談這個過程 應該大家都會想知道 對對對 就是 八小時的投入 我在比賽前 就是 八小時的投入 然後 必須 這樣做啊 才會讓你的那個 DJ的公屋 就是 一開始是一個幼苗吧 才會讓那個幼苗然後 茁壯成長這樣 所以這八小時的投入是 比賽前 每一天 還是比賽前 對 我第一次拿 就是 第一次參加那個國際賽的時候 是 差不多十九歲吧 就千一年這樣 對對對 就十八歲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哇 我要一直比 每天聘個八小時 看明天能不能 爭取到一個禁止這樣 那沒錯 然後呢 在練習的過程中 你會跟自己有所 就是對話 你的心理 會跟自己有所對話這樣 然後找到一個 這個練習的方法啦 時而就是冷靜啊 然後時而樂情 對 給一種那種練習時候的情緒 這樣子 那就是藝術這樣子 對 因為練習的過程 你難怪會覺得說 挫折啊 或是說過渡期啊 或是說 沒辦法 沒有哏 或是突然想不到什麼話 對 必須跟自己對話 然後讓自己成長這樣 對對對 那個過程其實是 還蠻過敏的這樣子 那投入於這個時間 然後專注那個時刻 然後直到最後就是 奇蹟會出現這樣 哇 少一秒呢 多一秒都不行 OK 這就是 八小時的努力 八小時的努力 對 那我剛才有講到那個奇蹟 奇蹟 對 因為我第一次 就是比那個2001年的那個 Burst Cakes 2010年 Burst Cakes 對 我感受的那個奇蹟時刻 其實就是在 比賽的前一天 我練的 我練這樣一年有沒有 都沒有練 練出什麼那個 能夠說服自己的東西 OK 對對對 然後其實很苦惱 那時候其實就出現在 前一天 怎麼練啊 其實都練不出說 你覺得可以說服自己 你可以說服自己 然後也可以說服說 呃 評審這樣子 甚至你的同好說 欸我玩出一個就是 還不錯的東西這樣子 好玩 對 然後呢 我覺得勝利啊 總是在那個 最後一刻這樣 最後一刻 對 前一天 最後一刻 還是上場一刻 呃 就是你排比賽的 可能前一天吧 準備 反正這是最後的時間 對 剩沒多久 就要 就要常常見你 可能是真的是 不能鬆懈這樣 那勝利呢 總是就是 在這個立志的時候 立志的時候 鼓勵這些新的選手這樣子 那勝利 最重要一點就是 跟自己比賽就好了 對 你只要真的是去面對自己 去排的東西就好了 你可能要想去 幹掉誰 幹掉誰 或贏了誰 我覺得那對自己都是一種 比較累 因為在心理層面上 是一個比較累的部分 比較累 你先幹掉自己 對對對 你必須 先幹掉自己 對對對 這樣子喔 才會成長 對 所以先立志呢 才會獲得勝利 OK 好我講完這個勝利部分 再來帶到這個 得失心啊 因為我總不可能一直勝利 對不對啊 對 可是一開始你都還蠻一直勝利的 對 其實小時候是一直勝利 是有一段時間是一直 順順的這樣 對 順順的啦 順順的這樣 所以其實發生 而且發生了一段時間 對對對 好幾次喔 還蠻多次的這樣 其實也 如果你說這樣 我其實也要感謝 就是同學啦 因為我當時的對手 不是對手 當時的同學啦 當時的同學 當時的同學 那時候是講說對手 因為他們都太強了 你知道嗎 如果沒有他們喔 我也不可能 不可能 有 有東西可以學習 對 所以其實 練DJ你要找到那個 你的 你的同學啦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一起 相互 學習啊 競爭 這樣子 連東西都是這樣 就是 你有飯的話 然後你的飯突然比你厲害一點 你就跟你拼了這樣子 所以你互相競爭下 才會比較容易快速的成長 對 我以前就是看正男啊 或看小鬼 或看面面啊 就看到 哇靠 這個要學起來 然後回去就跟你拼了這樣 對對對 就是會 良性的競爭是一個很好的進步喔 對對對 通學他們的東西這樣 對對對 好 德思興 德思興在那個比賽的選手裡面 其實都是要去調試的啦 我不知道你們就是 以後會不會遇到 就在你們比賽的時候 當你可能 可能一直過關 斬將這樣子 又或者說 去國外比之後 遇到的情況 然後可能 我想說我先對你們說一下這樣子 希望對你們 在練習啊 或者是之後的 分享一下你的經驗這樣 對對對 會好像克服這個 德思興 對對對 那就 如上你所說 我贏不少比賽 那就是說 我在PGA上沒有輸過齁 那當然這種情形是不可能 那時候 對對不可能 然後呼呼之也有輸球這樣 OK 我想起來 我輸的那個時候 我輸的那個時候 那時候是 很難過這樣子 對 因為野心很大 野心很大 所以應該記憶深刻 是什麼時刻 什麼時刻 什麼場合 06年啊 06年啊 對對對 我就是沒有寫說 可是在摸頭髮 我沒有寫說 把我那個 謀殺掉的那個人啊 對 好啦 都這樣 我06年就是被面面 有沒有 那五四到地上 然後我就噴血奶味 這樣 你知道這是很和平的peace嗎 對對對 好 我就抱團體跟 跟個人那一面這樣 OK 那 團體組有拿到 那個人組就浪位這樣子 那 其實 就是 考驗到了 我覺得 就是 那個野心嘛 當時的野心 其實就是太大了 然後 很難過這樣 OK 但是沒關係啊 失去了 我想要把它補回來 對啊 怎麼克服了你還沒說 還沒到 還沒到 哇 對 不會很常這樣 不會啊 因為我 我當時 我其實就已經有在做音樂了 我想說 我輸了 好 我就跟你拚了 我來出專輯 換個跑道這樣 對對對 我就出 因為我很喜歡唱老舌啊 我其實玩DJ的時候 就想要唱老舌這樣 對 可是那個音樂都是一家 對對 齊毛老師 就光猴啊 光猴DJ去幫我 對對 他說 你先玩好DJ 你再來唱老舌這樣 對對對 我那時候就做一張老舌專輯 OK 那結果 當然有寫下 我當年想要表達這東西啦 可是呢 忽然回過神啊 就檢視自己的時候 你總是會在檢視自己嗎 在檢討一下 那時候在做什麼 對對對 然後 就忽然